第1237集 可查一声 闪电交织 在魁牛发疯般的拼命进攻中 黑乌鸦被打得黑色羽毛凋零 在宇宙虚空中飞舞 带着电弧非常刺目 老天狗笑声很大 朕的虚空轰鸣 并军裂开来 他吞掉了吴兴坤 嘴角还带着血 有吴兴坤的 也有他自己的 魁牛怒吼 突然赤裂的刀光撕裂黑暗 斩破这片星空 从老天狗的身体中发出 他的笑容凝固 天狗身迅速的四分五裂 最后砰的一阵 老天狗接铁了 而天刀吴兴坤杀了出来 手中血量的长刀 若天日般璀璨 照耀宇宙虚空 天刀吴兴坤两枪 满身是血 毫无疑问 被那种神术压制 被吞进老天狗的负重世界 是一种可怕的折磨 坏一个人 可能当场就被碾压成血泥了 他满身伤口 有的地方都深可见顾 他不断挥刀 一刻也不停留 向这老天狗碎掉的身体杀去 想多杀他一次 废掉他体内的替死服 可是 替死服太超凡 出自太武天尊一脉某位神王之手 顺席界 让老天狗的残体与血液重新聚在一起 他被神光包裹 外力打不进去 而后他再次复原 又杀我一次 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吗 我是故意如此 能吞掉你更好 吞不掉你 也让你去掉半条命 我看你接下来如何力敌我 老天狗 露出阴冷的笑容 一双毛子不再沧桑 而是深邃于可怕 情况危急 天刀吴兴坤出现腿势 连杀老天狗两次 可是 对方又都生龙活虎的复活 恢复到跌风状态 让他无可奈何 在这片宇宙 他走到这一步已经是极跌 终究是没成神 而老天狗也在这个级数 且扬起滋养的躯体 坚韧而强大 很难杀死 现在此消彼一掌 吴兴坤越发的吃力 另一边 魁牛也陷入闲境中 哪怕雷霆爆发一万驴 但也杀不了老乌鸦 只是数次击伤对方而已 可是 他自己的伤更重 而扬化情况也非常不妙 除了对付那头领外 还需要防备周围的应照机强者 那些人数次袭杀他 此时枝叶似箭 蓝色叶片废物 不断凋落 他负伤不清 情况非常严重 阳间的战力让人绝望 这时 天刀无星 坤怒吼 魁梧的身躯爆发刺目的符文 整个人都画成了一口刀 跟自身的雪两长刀融合在一起 景象可怕 他如同雪白的皮裂 鸣刻着繁复深奥的符文 纵横过虚空 差点将老天狗腰斩 留下一道可怖的伤口 狗血四戒 天刀无星坤以身划刀纵天而起 杀向彼岸花那里 针对其他应照机强者出手了 也算是为彼岸花解围 其中一人直接被天刀贯穿而过 而后炸开形神俱灭 另一人阻挡 结果被天刀批断兵器 并且那个人也被力批为两半 昏光也被斩杀 彻底死去 第三人也被天刀贯穿身体 而此时天刀无星坤 也难以保持刀体的形状了 显化出只身来 大口喘息 脸色苍白如雪 提刀的手都在轻颤 毫无疑问 这种消耗非常大 他身后那个被贯穿身体的应照机高手 尽管愤怒于不甘 但最终还是接铁了 被留在他体内的刀器瓦解 斩尽魂光 全非震贴 老天狗怒急追杀了过来 同时 跟黑乌鸦以及彼岸花大战的头领也愤怒 一起向这边靠拢 猛烈冲杀 想趁机干掉天刀无星坤 魁牛嘶吼 彼岸花发疯 跟他们拼杀 这片地带非常可怕 杀气滔天 混沌都在斗动 引渐宇宙一片寂静 气氛无比压抑 人们知道 天刀无星坤与彼岸花多半千景不妙 毕竟 对方的三大主力都有替死福 他们则是在不断消耗自身的本源 不断负伤 会越来越衰弱 一时间 人们都感觉心头沉重 简直看不到希望 果然 天刀无星坤与彼岸花多半千景不妙 毕竟 对方的三大主力都有替死福 他们则是在不断消耗自身的本源 不断负伤 会越来越衰弱 一时间 人们都感觉心头沉重 简直看不到希望 果然 天刀无星坤 被一只淡金色的大爪子 差点掏出心脏来 胸膛被划开 胸骨被断掉树根 整个人横飞出去 他情况不妙 这个级数的战斗都是生死搏杀 消耗太大了 另一边 魁牛更是曾被黑乌鸦撕裂过一次 血见星空 若非天刀无星坤拼死救援 魁牛的魂光就被灭杀了 变化怒吼 跟那个头领纠缠鸡斗时 被几名应召集进化者吸杀 身体遭受重创 耿需断了不少 情况危急 一人一期 还有一株比安花即将被轰杀 还有谁能救他们呢 星海中 一些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太呆忧了 真心不希望他们落败而死去 阴间真的远不如阳间吗 就过来一些人而已 就要灭掉我们这里的最高战力 真的让人心痛与绝望啊 宇宙中一些民宿常探带着卑鄙 他们都冲上天空想要去帮忙 但最后又腿燃直布握紧了拳头 他们这个级数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出现在那里 都不够老天狗一根爪子压制的 碰到就要爆碎 宇宙边缘 变化解体 化成成片的蓝色光雨 那是他的血 不过他没有死 滴血重生 飞快的凝聚出真身 但是气息明显衰弱 太不如从前了 彼岸小王爷 你还是不行啊 你们阴姐 就没有足够出色让人敬畏的进化者 来多少杀多少 还有人来吗 那个头领笑着喊道 哎呀 谁敢再来 敢出现都斩杀个干净 老天狗也哈哈大笑 星红的血盆大口 雪白獠牙露出 眼神很阴冷 让他显得十分猙獰 敢来就敢杀个干净 黑乌鸦也含声说道 赤红的眼睛闪烁冷光 他们以仗替死服 底气十足 而无星空 魁牛扁花 却越发的衰弱 随时会被杀死 可恶 谁能杀他们 星空中许多人不分 尤其是一些热血 青年都在大叫 宇宙 某一片星空 一颗不出名的生命星球上 一片山脉中 有几家猎户 一块大青石上 一个老者盘坐在那里 不断稀奇 他很瘦小 身体也很干瘪 但是却不断吞咽 从虚空中凝聚而来的神秘光束 旁边 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在询问 爷爷 你这是怎么了 爷爷老了 没什么力气了 再拼命吸收一些宇宙精粹 希望时间来得及 要去斗坏人 这时 涌进他身体中的光束更多了 附近的人无觉 可若是站在外太空 一定会吃惊 因为发现能量在迅速的锐减 朝着这颗星球上的 某一片山脉聚去 浓郁的能量 化成了一道又一道细小的光束 爷爷 你今天好坏哦 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漂亮的小男孩不过三四岁 带着不解与疑惑问道 爷爷老了 马上就要离开了 以后应该再也回不来了 你们姐弟今后 要多听父母的话 老人一边吞叶光束 一边摸了摸他的头 满是溺爱 爷爷 你在说什么呢 你身体硬了 还可以活几百岁 一个白衣少女走来 大眼纯净 露出忧色 她有所察觉 蹲下来扶住老者的手臂 老者也溺爱地摸了摸他的头 人这一生 只是个轮回 七十岁和一百岁和一万岁 没什么区别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该体验的都体验了 酸甜苦辣各种滋味 憧憬与苦闷 希望与绝望都品尝过了 就没什么放不下了 我这一战到了终点了 该从容离去 你们都是好孩子 以后活得快乐一些 吃的一声 他干比的身体发出微光 渐渐明亮 像是被点燃了 好孩子 你们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希望可以无忧地成长起来 突然 老人消失了 说完那句话 就化成一道冲天的光束 撕裂宇宙 冲向了宇宙的边缘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